毒贩为了出货真的是花招百出 一对夫妇就经营加料饮品生意 也就是把毒品混入果茶 果汁或者是乳酸菌产品 这对夫妻落网之后 警方起货了市值将近21万令吉的毒品 他们在马六甲的毒品饮料小王国 也跟着瓦解 这个东西会进入 警方先在一例逮捕34岁的本地男子 在包包里找到果汁和市值6480令吉的克他命 然后再到一栋公寓逮捕他28岁的外籍太太 在仓库找到市值至少20万令吉的克他命 迷幻药 大麻砖和五仔 警方也扣押了一辆宝藤轿车 首饰和现金总值大约25680令吉 初步调查显示 所有的毒品都是从吉隆坡和柔佛拿货的 嫌犯的尿液对毒品呈阴性反应也没有案底 这个团伙相信去年底开始活跃 警方还在追踪与党 嫌犯将延扣到星期五 并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39B贩毒条文下注查 一旦罪成可判死刑或终身监禁 鱼 和证换 和证换 写